他想学音乐 他学音乐家的条件不好啊 后来跑了 跑了他自己挣钱 挣点钱交学费 学费不够了 吃饭也没有 有时候上公园去住去 我就听他弟弟这么告诉我了 听着挺心疼的 借钱吧 我偷摸就去了 被钱交完就回来了 嘴上说不支持 但是行动都已经背叛了 自己说的话 80多斤 您就开始给他安排相亲 这个是怎么想的 就是有人要也能养活他 以后我老了也经过不了了 毕竟找一个男人 能管他吃口饭就挺好的 当时有没有跟袁明商量 没商量 不跟他商量 婚姻问题到啥时候 他不得听他妈的吗 那就是你们的问题 也就是你为什么减肥 减不下来的问题之一 我听说在这个 袁明相亲的过程当中 好像还真成过一对 他逼我的 不逼他 他能干吗 有人给我介绍 说他来北京修车的 然后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块钱 然后人家不嫌弃我胖 然后说脾气可好了 那你就去看看吧 二十四个小时 就睡十八个小时觉 然后你说我找这样的干啥呀 我还不如自己过来 那不一定在说说找 他都像踏实的 那全是个男人 你介绍了十个人 有九个人都是奇葩 我还找啥呀 慢慢有合适的就找呗 不找 那建立感情吗 为啥要建立感情 有啥感情 不建立他能你知道吗 那以后他谁养活你 你挣那俩钱 你能养活你自己的 能 到以后我们都老了 我们都老了 你还能咋的呀 不定这到啥时候 不定这有一个男人 能敬务你吗 阿姨 阿姨你说的也没有错 袁明也有自己的想法 都没有毛病 都没有毛病 现在袁明自己 是不是也有一个 生活的经济来源了 有 他自己也不够他花 做什么 唱二人传吧 他不觉得我学不成吗 已经开始可以登台了吗 我演出好几年了 一个月下来 整个这个月收入 大概是什么水平 五千左右 那可以阿姨 还有机会呢 都是谁 都是袁明治病欠下来的 对吧 慢慢还嘛 其实小明能有今天 包括他的健康状态 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医生 今天感谢机长 现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来 又请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省人民院 减重代谢外科的梁辉 其实像袁明这样 他胖到将近四百斤的时候 我想全社会的人 都认为他没有毅力 都认为他是好吃懒做 其实这是整个社会 对我们肥胖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认识 科学的想法是因为他生病了 在他的脑子从垂体到他的胃肠道 他整个这个分泌的轴出现了问题 也号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于肥胖这样的一个群体 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视角和见解 不要特别的带有偏见 去关注这个群体 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第一次看到 这对母女的时候 您当时的印象 他因为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 所以他手术以后呢 他是到ICU去过渡了一晚上 他的妈妈呢 就是坐在外面 在吃方面面 后来慢慢地跟圆明沟通交流以后 我们才了解到 就是说他的这个家庭的 真实的情况 作为我们来讲 也尽可能地去帮助他 疏解他一些的困难 好的 谢谢您 谢谢